新聞一開始來看一個最新的消息 在嘉義新港早晚頭 發生幾乎5.5 加千斬的地震 沖度只有8.5公里 所以是壓得很厲害 在今天的報告1.21分 高雄也發生幾乎4.3的地震 靜雍是在高雄的目凌 沖度只有5公里 最大的震度是高雄4級 所以山口這幾天 就要特別注意投擇和送人 我們又繼續來關心海溝航台 掃過台灣 台東官的地露還有部分的林家庫 還有水灯都有孫海 因為宿舍很嚴重 市政府還有部門的卡手是不太夠 尤其是在島已經申請國軍來到三天 在黨和鄉有賣接民眾 都全港今天親家來整理處理 管政府也提醒民眾 收到孫海的處都有車 都要非常樂意 這會可以來申請減稅 在後第四天 黨和鄉都南村和泰灣村 我們未就住宿舍 替牌廚 乎風吹走 天蓬六個頭腳 處來這罪 讓我們工作很麻煩 不過台東官稅不救提起民眾 一定會記憶最尊重 30天來向鄉定市工作 提出申請 仍然不用房屋材 地區稅減稅還順序 目前很多要做修繕的部分 所以我們繼續做整理 然後讓這邊回復成原本的樣子 留下你這個損失的一些證明的照片資料 那後續30天內分別像 我們地方稅務局也好 國稅局也好 乃至於車子所屬的燃料費 我們可以向台東監禮站來申請 國前台東官南海山區 不如離丟一間的路要在清修 催促可以收好 人要看連接看我們的黨府公路也回去 要跟10月才能收好 在哪裡情形也很嚴重 民主席 處受孫 現在相反都真的跟機構不夠 香港所拍攝交部期間 到多上協助修理處 台東官四年沒有風太在情 這次風太直接定了 在後服務外庫 經濟優寒的國軍實在有困難 連加加外域金 修養員 農協助救災 希望各個志願能夠台東 加速在後服務外的工作 記者綜合報道 在後服務外庫